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能讲多少 我们大家能分享多少 首先欧姆代表的是我们的本初状态 很多人对这个东西不太明解 到底什么是本初状态 就是说我们与生俱来 最原本最根本的那个状态的我 也就是最真实的你 最真实的我 它代表的就是本我 那么这个本我就是有别于我们讲的肉体 你的呼吸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把它称为真正的我 这个叫做本初状态 从佛家的角度来看 以及从非常多我们叫Didanta 这两者对于欧姆来讲的话 它是有公通的地方 这里他们讲的就是我们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开悟的人 我们本来就已经具备了所有本初赛 就是本来我们愿意应该要有的一些特质 我们本来就有 那么当然因为无名 因为很多很多的原因 我们发现不了这个本来的我 发现不了这个本来的我 这个本来的我 我们叫做我们本初状态 那么我们讲我们本自具足 本自圆满 本自清净 就是原来的你是没有烦恼的 本来就是清净的 你原来就没有烦恼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有烦恼 是因为你没有看见本来的那个你 你本来的那个你 你没有发现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没有回归到本来的那个你 当你能够回归到本来的那个你的时候 我们自然所有的烦恼就没有了 本自圆满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圆满 我们本来就已经圆满了 我们没有贪嗔痴慢 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些东西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圆满的人 本自具足 我们具足了所有的功德 我们本来就是有慈悲心 我们本来就是就是佛 我们本来就是跟佛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叫做本初状态 那么欧姆代表就是这个本初状态 本来的那个你 我们在瑜伽经常也讲一个 讲一个词 一个字叫做Namaste 有没有听过 大家都听过 那么这个很多时候你都会发现 尤其是在瑜伽的行业里面 就是作为相互慰问的一种 一种打招呼的一种方法 对不对 谢谢也讲Namaste 见面也讲Namaste 那么Namaste的意思是什么呢 Namaste的意思呢 从翻译的角度呢 很多人把它翻译为就是 我的神性向你的神性鞠躬 其实就是说我的本初状态 本来的那个我 那么像本来的那个鞠躬 也就是说我们大家本来就是圆满 我们本来就居住了所有的功德 我们本来就是亲近的 我们本来就是觉悟的人 这个就是Namaste 真正的意思 那么这个呢 当然因为它跟欧母相关 所以我们是也提到了这一点 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告诉你 你本来就是佛 你本来就有佛的功德 你本来就好像佛一样 已经是觉悟的人 你已经觉悟了 本来的你 你已经是觉悟的人 你相信 我们六四开 六四开 大概大半部分人相信 然后也有小半部分人不相信 如果我告诉你 你的本初状态 你其实就是一只狗 你跟狗的本初状态都是一样的 你就是狗 你相信吗 更多的人不相信自己是狗 但是很少的人 比较少的人相信自己是佛 这个是什么状态呢 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奇怪 其实我们任何一个生命 不管你是狗啊 不管你是狗啊 猫啊 蛇啊 猪啊 还是人呢 我们的本初状态都是圆满 我们的本初状态都已经是清静的 都是没有烦恼 我们也具足了所有的功德 问题就是你没有发现 你没有认出自己的本初状态 狗也一样 狗是狗 狗呢 他的行为就像一只狗一样 是因为他没有认出他的本初状态 一旦让他能够认出自己的本初状态 他就是觉者 就是一个觉悟的人 就是一个开悟的人 那么我们练习欧姆的目的是什么 是找到本初状态吗 去发现 发现你的本初状态 那么欧姆的练习呢 其实就是如何通过这个渠道 通过这种练习的方法 如何去发现我们的本初状态 也就是说用最浅白的语言 就是欧姆的练习 就是让你开悟 我们讲的开悟和真悟是两码事 开悟呢代表的是什么 开悟代表的就是你初次开始体验到 开始能够真正的感受到 能够发现到自己的本初状态 自己的本我原来的那一个我 当你能够发现到他的时候 你就开悟了 你开悟了以后 并不代表说你就是佛 佛是一个玩 佛的意思 Buddha 在凡语里面 我们把它称为佛陀 这是一个音译 那么佛的原来的意思呢 就是一个圆满觉悟的人 叫做Buddha 就叫做佛陀 他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圆满觉悟呢 首先要自觉 要觉他 要觉醒 最后才能够圆满 那么这个就是很差 那么我们讲的开悟呢 就是你首次初次开始 感受到体验到 发现到自己的本初状态的当下 这个叫做开悟 那么欧姆呢 也许也许也许有这个根气很高 我们讲根气很高 就是自己的悟性是非常高的人 他也许能够走这条路到最终正乎 但是呢 以我的了解 欧姆昌颂主要就是开悟而已 就是让你看 开悟也很不容易 开悟也很不容易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人呢 在做欧姆昌颂都已经偏离其道 就是不再是走这一个方向了 而且现在的人 为什么我们在现代的人 已经不太注重这个欧姆昌颂了 其实并不是欧姆昌颂的过错 也不是现代人的过错 是因为呢 我们现代人 我们的根气是很低的 就是说我们的悟性 我们的悟性是很低的 所以如果没有人用很多的方法 用很多的辅助的这个方法 让你去理解 让你去走这条路的话呢 你也许不会发现这条路是怎么走的 所以呢 也就形成了现代社会里面 我们欧姆昌颂呢 很多时候有练习的人都是我们叫走行事 就是一个行事而已 但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这个欧姆昌颂的修持当中去 这里呢我穿插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是从奥运书里面出来 就是听说 大家知道哈努曼 就是神侯 哈努曼 就是在神话里面 有一个故事就是讲神侯 他呢就是想要开悟 他想要开悟 那么呢他就问一个觉者 就是问他 他应该如何修持才能够开悟 那么这个觉者就告诉他 你只需要跟着 他们叫做Mandukya Upanisha 就是奥运书当中的其中一个章节 这个就是最短的一个章节 你跟着他的方法去修持 你就能开悟 那么这个章节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欧姆 讲的就是欧姆 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就是说欧姆本身就是让你开悟的 这个就是他的目的 那么我们在欧姆 欧姆唱颂当中 欧姆的含义呢 如果大家有去做研究 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 有一些说法呢 是比较我们讲比较表面 就是让 让普通人 就是尤其是 我们今天的讲解 因为是带着佛法来讲 因为呢这个是 虽然有相通的地方 但是呢我们会穿插一些佛法的讲法 因为欧姆本身在佛法里面就有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有很多人无法接受 尤其是对于佛法比较排斥的人 那么他们会有点排斥 他们认为欧姆是一个宗教的东西 所以呢他们对他排斥了以后呢 我们不容易讲 因此呢就有一些人 并不是他们故意要误导 他们讲呢就讲得很粗浅 就是很浅白的去跟你讲 这样的话呢至少 绝大部分人不会去排斥这个东西 不会去排斥这个东西 那么现在我们要讲的下一个话题 是什么 就是说 欧姆是否跟宗教有关 正好五十五十 我们一半的人觉得 他是跟宗教有关 一半的人觉得 他跟宗教无关 好 那么他到底跟宗教有没有关系呢 他跟宗教无关 他跟宗教无关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讲的这个本处状态 其实 不管你信奉什么宗教 你最终的这个本处状态 他就是这样 当然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我们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需要去研究 才能够 因为如果你没有体验过 假设你没有体验过这个本处状态的话 你永远不会了解 这个本处状态是什么状态 你也不会去真正的相信这个本处状态 所以一个对于没有羞耻的人来 你去告诉他这个本处状态呢 他永远不会有真正的了解 但是当你自己亲身去体验 你亲身去体会到他的时候呢 那你就远远超越了相信 因为你已经发现了 你已经看见了 你已经体验到了 那么我们现在讲回来 到底跟宗教有没有关系 他跟宗教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经常用一个比喻呢 就是什么 我们讲这个本处状态 我们人的本处状态呢 他是超越了宗教 因为呢 我们经常用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就 你的本处状态就是一个 就是金子 Gold 那么我们拿这个金 拿它融化了以后 如果我把它做成一个佛像 做成一个佛的样子 那么这个呢 因为它的形状 因为它的表面 因为它的物质 外面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称为 这是佛教的东西 现在我们把这个佛牌 融掉 我把它变成一个十字架 那么这个十字架呢 现在就是基督教的 但是这个金子 有没有改变过 这个金子并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讲的 就是你的本处状态 无论它的包装是佛教 它的包装是基督教 它的包装是悔教 它的包装是任何一种宗教 它并没有改变过 这个金子还是金子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污染的 我们的意识思想都是有 因为我们的成长 我们的教育都会污染它 那么当它受到污染了以后 我们会带着有色眼光去看这个东西 那么对于 比如说我们有新度教 新度教的人呢 他们很多基础是来自于 非常多 所以他们可能有很多 非常多的一些理解在里面 那么他们看起来 这个东西就是新度教 就是 那么我们佛教的人呢 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东西是佛教 我呢会以佛教的视野去看这个东西呢 因为本身我是佛教徒 所以呢我更容易的去解释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是没有宗教的 它就好像我们讲的金子一样 现在我是以这个佛牌去讲这个金子 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欧姆唱圣的目的 是为了让你开悟 那如何开悟 欧姆它的讲法有很多 有很粗浅的 到有很深入的 因为呢这个本处状态呢 是超越二元 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是属于一个二元世界 这个二元世界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说你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出来 你一睁开眼睛 你一睁开眼睛就有了我和世界的对比 这个就是二元世界 因为有我和世界的对立了以后呢 就会产生我喜欢 我不喜欢 就会产生了有二元的对比 这个是最初开始的 逐渐呢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行为 一直到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语言 所形成的所有的东西 现在我们语言能表达的东西 都是二元世界所表达的东西 所以有黑才有白 那么这个呢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需要二元来理解很多东西 比如说 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黑色 你只有见过白色 你永远不知道黑色是什么 你连白色你都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你所知道的就只有白色 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理所当然 但是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那么我们只能够有了黑色 你才知道有白色 就好像比如说 你很喜欢吃榴莲 但是呢你很讨厌吃芒果 你一生人当中 你只是吃过榴莲 你就是很喜欢 你每天就是很喜欢 你每天就是喜欢吃 你没有吃过你讨厌吃的东西 那你不会知道什么是讨厌 你连喜欢是什么你也不知道 你只知道 这个就是理所当然的东西 那么我们的理解很多时候呢 是需要二元来理解 如果全世界的人对你都很好 你从来没有人骗过你 没有人对你不好的话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恶人 你也不了解什么是恶人 你更不了解什么是善人 你也更不了解什么是好人 因为你全世界全部人都是对你好 你只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所以你不会知道什么是好人 你也不知道什么是坏人 所以我们在二元世界里面 我们要理解东西呢 我们是需要二元来理解东西 但是我们讲的本处状态 它是超越了二元 我们只能够尽可能的去描述 用二元的语言去描述给你听 然后让你往这个方向去走 最终走走走走走走 你自己体验到的那个当下 你就知道了 你就不再需要任何的语言去表达 那么这个欧姆叉送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 它的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用一个手指 我告诉你月亮在哪 月亮在哪 那么我们人能够告诉你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手指 你自己要往这个手指的方向 自己去努力去找它 你才能看见 如果我们讲的这个方法 你只是专注在这个手指 你永远也发现不到你的本处状态 你永远也发现不到这个月亮 那么我们二元的世界就是这根手指 我们欧姆叉送用二元的语言告诉你 我们死了 这个就是本处状态 这个就是月亮 那么你如果没有往这个方向 自己去体验它 你永远也找不到 你永远只是看到这根手指 你会以为这根手指就是本处状态 所以这个欧姆叉送呢 我们没有办法 所以在佛经里面我们经常说 不可说 不可说 并不是说不能够 就是说不是说不愿意告诉你 不是说不让你知道 而是没有办法用二元的语言 把这个东西说清楚 这个叫做不可说 不可说 是这个道理 那么欧姆叉送如何如何能让我们去发现本处状态 你去发现你的本处状态 你需要什么东西 我现在是以其中一种说法去让你去理解 这个说法不是唯一的 不是唯一的 以后你们自己深入研究 你们会听到不同的说法 有一些说法比较究竟 有些说法是表面 刚才我也讲了 为什么有些说法是表面的 因为我们有宗教的元素 很多人他就不愿意去涉及宗教 你不愿意涉及宗教 有时候很难去说 也很难用语言去表达 因此就形成了有一套 尤其是你们看欧美国家的 有很多都是在这个范围 因为这个范围不涉及新度教 你在瑜伽的范围里面 瑜伽本身也是超越宗教的 只是新度教很长时间 都是在维护着瑜伽 都是好像是我们叫着监护者 是瑜伽的监护者一样 所以他带了很多宗教的元素 但他的精髓本身 他本身是超越宗教 就因为这样的原因 有很多对于欧武的解释 是比较表面 不但不是很深入 那么现在我们讲的呢 我是带着一点有佛法的味道 让你能够去体验 他这个是什么 本处状态 你如何能够发现本处状态 首先你需要什么 比如说我告诉你 你如果丢了你的钥匙 你是不是要去找 假设这个钥匙是你的本处状态 你去找这个钥匙的时候呢 你需要什么东西才能找到 如果你是恍恍惚惚 你能找到吗 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才能找 你要有意识的去看 去发现 你要有一个知道 对不对 你去找沙发 你去找厨房里面 甚至你到冰柜里面去找 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你才能找 对不对 你没有了这个意识 你能找到吗 没有了意识 你一定找不到的 你没有这个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没有这个知道的话呢 这个钥匙在你面前 你都找不到 首先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告诉你 我们的意识呢 我们的意识 有一种说法 是有三种状态 有三种状态 第一种状态 就是清醒的状态 你的意识是清醒 对不对 你很清醒的知道 第二种状态 我们叫做睡梦状态 你在闭上眼睛 睡着了 你在做梦的时候 你有没有意识 你做梦的时候 也有意识 对不对 这个就是睡梦当中的意识 这个也是一种状态 还有一种状态 我们叫做沉睡 这个时候呢 你睡着了 你真正的睡着了 你进入沉睡了以后 好像时间 啪就过了 你就醒了 这个过程当中 这也是一种意识的状态 但是这种意识的状态呢 你是没有了觉知 明白吗 那么这是三种意识的状态 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说法 这个是欧姆的一个字符 字符 欧姆的字符呢 这是来自于梵文 这个字符呢 我们左手边有一个好像三 一二三的三 那么一二三的三 它的下半部分 下半部分 这个我们叫做waking state 其实在反语里面叫Jakrat 这个呢 代表的就是我们清醒的状态 这个一二三的三 上面的那个部分呢 我们叫做 我们叫dreamless state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无意识的状态 就是深睡眠的状态 右手边勾着 有点像零 这个我们叫dreaming state svakna 这个就是我们睡梦的状态 最后的那一点先别管 这是我们三种意识的状态 这三种意识的状态呢 这是一种翻译的说法 我们把这个Jakrat svakna 等等 这三个状态呢 就作为一种翻译 第一呢 我们讲的清醒的状态 我们所讲的清醒的状态呢 并不只是单纯的在讲 我们眼睛张开 没有睡觉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清醒的时候呢 同样会有这三种意识状态 我再讲一遍 换一个方式来讲 我们讲的清醒的状态 其实只是一个名称 不要因为这个名称 去误解它 Jakrat 它所代表的是什么 它所代表的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意识 跟外界的世界在堆接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知道 我们知道我在看着屏幕 我们知道我在听着声音 我在吃东西的时候 我在知道 我在尝这么一个东西 当我们跟外界接触的时候 我们的意识 有着这个觉知 这种状态就叫做Jakrat 所以我们也叫做清醒的状态 睡梦的状态 并不只是单纯的指 我们在睡着了 做梦才有的状态 还有一种我们经常都有 做白日梦 你做白日梦 其实也是一种 做梦的状态 也就是说 我们的五官 眼耳鼻舌身 我们的五官跟外界 隔绝了 只有我们第六意识 我们的前面五个意识 就是眼耳鼻舌身 如果大家不太熟悉 我们的八识的话 没有关系 大概要了解 我们在清醒的状态的时候 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前面的五个感官 再加我们的意识 就是你能思想的那个东西 再加你的意识 连接起来 我们有一个觉知 在看外面的世界 这个是清醒的状态 当我们在所谓的睡梦状态 其实就是你把前面的五个感官隔绝了 你只有你的意识 你的意识想象出来的东西 就好像你在做梦一样 你做白日梦的时候 我才想 大美女 要嫁给我得多好 这个也是梦境的状态 也是睡梦的状态 虽然我们没有睡着 但也是属于一种梦境的意识状态 第三者 我们在沉睡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你不一定能发现 我们不一定能发现 但是有定力的人 他也是能发现 但是我们正常人 一般都不能发现 你永远也没有 不能说永远 就是我们讲 我们普通人 我们凡人 不能够说我们体验过他 不能说 因为你在沉睡的状态当中 是没有意识的 你的意识是覆盖 并不是没有 其实是覆盖住 待会我们再讲 为什么我们有定力的人 有禅修的人 他也许能够体验到 无意识的状态 那么我们讲被覆盖 其实我们在 没有睡觉的时候 我们也有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是 哪里来的呢 比如说我的手机 你打电话什么 你都知道的 你知道你的手机 在你的手上 你自然的手机在哪里 但是呢 你正在清醒着 你的手机会放在哪里 然后过一会儿呢 我的手机放哪里了 其实就是你 在放下你手机放的地方 那一刹那 或者是那个时间段 你丢了你的意识 那个状态 那个状态跟我们生睡眠的状态是一样的 你就是丢了你的意识 我们其实我们的觉知是很长 我们的觉知永远都存在 我们的觉知是我们本出状态的一个功德 我们本出状态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我们其中一个功德 就是你这个觉知是很长存在 一直都存在 你从来没有丢过 你没有丢过 那么我现在要讲 我们先所谓讲的身睡眠的状态 也就是尽管你清醒 你有时候会丢掉所谓丢掉的 丢掉的你的意识 但是你的觉知还在 那为什么你没有 为什么你不知道 为什么你不知道 上过我禅修课的同学 这个跟禅修有关 还记得吗 禅修的核心是什么 禅修的核心是觉知 那么跟具体的来说 禅修的核心是认出觉知 如果你在禅修的时候 浑浑顿顿 然后在那边打瞌睡 你并不是丢掉你的觉知 你的觉知是恒常存在 只是你没有认出你的觉知了 你没有认出它 那么我们的第三种状态 我们叫做沉睡的状态 其实是因为你没有认出你的觉知 那么我们对于有定力的人 有做禅修的人 当我们进入无意识状态的时候 你的觉知常常存在 你只要能够认出你的这个觉知 你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 是有体会的 是有一个体验的 我们讲了这三种状态 这三种状态呢 其实就是我们欧姆 欧姆的这三种状态呢 他又有三个音符来代表 这个就是古人 他的这个手指指着这个月亮的时候 他告诉你的 他告诉你欧姆有三种状态 这三种状态相对应三个音符 那么三个音符呢 我们英文字母来讲 很多人都可能有看过 那么这三个英文的字符 分别为A ABC的A U M 分别由这三个英文的字母来代表 那么用这三个英文字母来代表 但是它的发声 并不太准确 很多人把它发声为A U M 或者A M 这三个音符呢 是错的 第一个 第一个是错的 第二第三是对的 其实这个用A来代表 其实很容易误导 很容易误导 他的音符呢 是 肚子饿了的 这个声音 第二个音符呢 是 就是那个O长长的 O把它变长 就是 最后一个呢 就是 有时候我们把它读成 但是呢 它就是 所以呢 就是 这三个音符形成的 A代表的就是我们清醒的状态 我们讲的清醒的状态 只是一种说法 它是一个名词而已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解释了 它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就是我们 言耳鼻舌生意 我们知道外界的世界 这个叫言耳鼻舌生意 当我们讲到U 代表的就是我们讲 给它一个名词 叫做睡梦的状态 这个名词代表的就是什么 就是你完全进入了你的存意识状态 第六意识 我们有很多种意识 所以我们比较明确的来讲 就是你的第六意识的状态 可以是发百日梦 也可以是晚上做梦 所以是完全是第六意识的状态 这个就叫做 U 用U来代表 最后的M 代表的是什么 是无意识的状态 这个所谓的无意识的状态 我们的觉知也是存在的 是恒常存在的 只是你有没有认出来而已 你有认出来 你对于这个无意识的状态 是有体验的 你没有认出你的觉知的时候呢 你是没有体验的 那么它这里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说 你在这三种意识的状态 你如果都能认出它 你都能认出这三种状态的时候 你就能够超越了这三种状态 进入第四种状态 整个欧姆 它的秘密是第四种状态 它的秘密不是在前面三种 但是你需要前面三种 因为通过前面三种的意识状态 你就能进入第四种状态 第四种状态呢 我们把它翻译为默然 那么在凡语里面 我们叫Turia Turia翻译回来呢 应该叫做第四种状态 英文我们翻译的第四个 它没有给它任何的名词 没有给它任何的名词 那么我们呢 一般翻译的手法有很多种 其中一种呢 就是不翻译 不翻译呢 我们只是音译 如果音乐叫做Turia Turia 那就是Turia 那么如果你翻译的话呢 有时候呢 是字面的翻译 有时候把它的 它的核心 把它讲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般把它翻译为默然 默然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 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所以呢 我们欧姆唱诵呢 是阿乌摩子后的 无声 这个默然 这个就是欧姆的秘密所在 这个秘密所在代表的是什么 为什么它这么重要 它重要的地方就是 你在清醒的状态 在睡梦的状态 在无意识的状态 如果你能认出你的觉知 当这些东西都过去了以后 所剩下的是什么 所剩下的就是你的这个觉知 当你剩下的就是这个觉知的时候 它就是我们本出状态的一个功德 从它的功德 你可以 你发现了 这个就是你的手指 就是你的本出状态的功德 透过你的功德 你可以发现月亮在哪里 你就能发现你的本出 阿乌摩 大默然 这个就是欧姆的四个部分 三个部分是显现出来的 就是在外在大家都能够知道的 都能够体会到的 就是阿乌摩 默然是它的秘密 它的秘密所在呢 就是如何去发现你本出状态的这个功德 也就是你的觉知 你如何在通过这三种意识的状态 持续的保持住你的觉知的时候 你发现到你本出就有的这个觉知 透过你的这个本出状态的功德 去发现你的本出状态 这个是其中一种说法 或者其中一种让你进入发现你的本出状态的一种方法 这个欧姆唱诵完了以后 完了以后 这个去今天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听到我讲一个指令 就是去觉知这个宁静 当你去觉知这个宁静的时候 宁静不是没有东西 宁静当中还有一个觉知 其实就是反文之性 就是你反过来去观察 去发现你本来的那个觉知 所以呢 你在空当中没有了声音 所有的东西都是空了 但是空的当中不是没有东西 至少在空的当中 我们还会有一个觉知 如果你没有这个觉知 你不知道是空 如果你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空 那你就是在无意识状态 你这个无意识状态 而且是丢失了 没有认出你的觉知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发现你的本出状态 好现在呢我们因为欧姆昌颂 他是通过他是跟上过我禅修课的人都知道 我们有很多禅修的方法去练习 所有的方法都不会离开觉知 因为觉知是核心 那么其中一个方法 那么其中一个方法呢 我们叫做音声禅修 这个音声禅修就通过声音 那么这个欧姆昌颂呢 也是跟音声禅修是有关的 听得见声音 我们知道听得见声音 听不见声音 我们依然保持住这个觉知 依然知道没有听见声音 没有听见声音不等于无 没有听见声音当中是有觉知的 这个就是我们禅修当中 那么现在我们又把另一种禅修 我们是念头禅修 念头禅修 念头来了 我们知道念头来 念头升起 我们知道念头升起 新的念头起来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新的念头起来 新的念头持续 我们也知道新的念头持续 新的念头走了 我们也知道新的念头走 当你旧的念头刚刚走 新的念头还没有升起 中间有一个空隙 如果你能觉知到这个空隙 这个就是默然 这个就是相等于我们欧姆昌颂中 最后的这个默然 那么你就要安住在这个觉知 通过这个觉知 就是你的手指 看你能不能发现 我们的本处状态 念念之间的状态 就是念头走了 念头还没升起之前 这个空隙 如果这个空隙 你是没有觉知的 你就是无意识状态 如果你这个是有觉知的 这个就是你的一个单纯的觉知 这个单纯的觉知 就是你的本处状态的功德 这个功德 通过这个功德 你开始可以去发现 你本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 你本处状态的样子是什么 他的状态是什么 他到底是什么 你是否能体会到 如果你能体会到他 你就开悟了 当下你就能够 也就是说顺着这个手指 这个手指就是你的觉知 单纯的觉知 已经没有了所有的东西 没有了任何的杂念 没有任何的念头 念头走完了 你就只有这根手指 就是你的觉知 那么你要顺着这个觉知 安住在这个觉知的时候 去发现你的月亮 发现你的本处状态 刚才的符号 我们讲了三个意识的状态 最后上面那个点 然后一个弯 好像一个圆月的弯 那么这个 很多人就把它当成第四个状态 第四个状态当中 他又再把它分 最高的那个点叫做Turia 我们就叫做第四种状态 那么这个第四种状态 我们给他一个名词 叫做默然 默然 那么当我们从二元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完完全全的本处状态 这个默然是一个当你进入 安住在你的觉知当中 纯粹的安住在这个功德里面的时候 这是超越了二元 当我们还没有超越二元呢 它有一个中间的过渡 这个过渡我们叫做Maya Maya的意思呢 就是幻象 所有的东西都形成了幻象 我们二元世界里面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只是幻象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三种意识的状态 它都是从幻象中出来 所以我们要超越了这个幻象 当你能超越这个幻象呢 你才能够看见你本处状态 这个默然 这个就是欧姆的自伏的意思 这个自伏的意思就是这样来的 这个含义理解了 现在我们来讲修持 怎么修 首先呢 它有三个音符 这三个音符呢 同时会 同时是对应着 我们这三种意识的状态 其实不是阿 是阿 因为很多人把那个字符 用英文来写 是写着A 写着那个A字 ABC的A 所以呢 也有一些人读成阿 但是呢 不是阿 它是阿 阿和乌 两个聘起来 就读成 O 所以这个是 O M 读 是 O M Om 所以呢 英文字母来代表 它的读音 最接近的就是O和M O和M 是读音 最接近的字母 而不是有些人自作聪明 他们就会 啊 这个是不对的 不对的 它就是 O 就是这样 那么有些人呢 他们就是有一点调 就是都算 O 这也是可以的 这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有没有这个调 都可以 或者例子是 O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没有时间讲太多怎么去修持 其中一种修持呢 是跟能量有关 这个能量呢 我只是带过 就是这个能量是从下而上 所以呢 我们从Om上的时候呢 这个能量是逐渐的上升 也就是说你能够感觉到身体当中在唱这个 这个音符的时候 是 Om 一直去到顶论 足够了 足够了 OK 因为呢 这个从 通过我们 通过能量来修持的方法呢 更多这是属于密序 我们叫Tantra 那么我们一般 我自己本身修那个东西 只是理解 我没有修 那么我修的更多是禅修的方法 我们是从禅修进入 那么禅修的方法进入呢 我们的修持 大概 大概有三或四个阶段 就是这样 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 我们在唱诵的时候 听见声音 这个就是音声禅修的入门 就是我们唱的时候 保持着这个觉知 你如何能保持觉的 就是你听见 然后就安住在听见而已 所以呢 在这里 我们唱的时候 安住着听见 就是用意识的耳朵去听 不断的去听 然后知道你听见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你可以双手落下 也可以双手合适 都可以 任何一种方法 可以闭上眼睛 然后 我们在这里 一边唱的时候呢 一边去聆听 聆听这个音符 准备 准备 吸气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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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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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睁开眼睛 当你唱完了以后 你会聆听 聆听到宁静 或者是 如果周边还有别的声音 你知道周边还有什么 你只要保持一个很纯粹的知道就OK 就只是知道有声音 这个就是阴生禅修的入门 很简单的 就只是一个知道 嗯 第二步 这个是呃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一个课程啊 所以我们这个只是讲解分享 所以呢 只是分享方法 让你们自己去练习 嗯 第二个呢 就是触觉铲修 触觉铲修是什么 唱颂的手 我们身体会因为音波会有震动 你会感受到身体里面的震动 那么我们将觉知停留在身体的觉受 唱完了以后 没有觉受 也是知道 知道有觉受 知道没有觉受 就是保持着一个知道 嗯 好 我们来大家尝试一下 你上眼睛 准备 标准备 哦 嗯 好 睁开眼睛 同样的 你知道身体的觉受 一直到苍诵完了以后 没有的觉受 你也是安住在这个宁静 但是这个安住是停留在你的觉知 停留在你知道 很简单的知道 你什么也不用做 只是知道身体没有了这种震动 这两种是最普遍 出门入籍的练习方法 第三种呢 是稍微比较深入 但是呢 比较 比较难告诉 那么第三种呢 其实没有 跟第一第二种没有差别 只是你的心有所不同 第一个呢 我们 我们的觉知是外向的 就是你去觉知这个感受 觉知这个声音 所以呢 还是有一个对境 有一个对境 这个觉知是有一个对境 这个对境是什么 就是声音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有一个对境是什么 觉受 身体的觉受 对吗 第三个的时候呢 把对境拿掉 安住在觉知 我只是知道有声音 知道有感受 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 甚至我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 我只是安住在知道 这个也就是说 我把对境不要了 我回来 回来只是在这个知道当中 对境不管是什么 就好像浮云一样 所有的对境呢 它出现 我依然在这个知道当中 这是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呢 不容易 但是呢 你练习够了以后呢 你自然最终能够安住在这个知道 我们可以尝试 大家坐好 将脊柱放松的挺吧 自然放松 但又挺 闭上眼睛 根据自己的节奏 准备好了以后 先吸气 然后 我们来说 好 慢慢的睁开眼睛 好 今天的分享主要就是这些内容 我要提醒的就是这个内容有点深 但还没有究竟 因为要讲究竟的话 我们要讲自信 要讲你本身的本质具足的 这个本著状态 这个自信 这个自信是什么东西 但我们没有直接的去讲 因为这个呢 你如果没有基础的话呢 对你来说 其实是不好 它会障碍你自己的修持 当你修持到一定程度 你能够安住在自己觉知的时候呢 也许那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内容呢 就是第一什么是欧姆 欧姆代表的是本出状态 但是它不是本出状态 因为它的秘密是在于它的默然 它的默然也只是手指 还没有到 所以呢 欧姆的修持是通往开悟之路 就是通往最后发现 看见体会到你的本出状态 它是一个路径 它不是一个终点 它是一个路径 我们讲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开悟 开悟的意思就是说 看见体会发现到你的本出状态 这是它的目的 那么我们从理论上讲 这个欧姆 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三种意识的状态 清醒的状态 睡梦的状态 以及沉睡的状态 这三种状态并不是表面上我们理解 睁开眼睛的清醒 睡着的 睡梦 还是我们真正的沉睡的状态 我们在清醒的状态当中 这三种状态都会存在 你有意识的 你有觉知的时候 这就是你清醒的状态 你做白日梦的时候 就是你睡梦的状态 你丢失了你的觉知 丢失了你的意识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你的沉睡的状态 这种状态在清醒的时候也都可以存在 那么这三种意识的状态呢 它唯一不变 这三种状态随时都在变化 唯一不变的就是我们恒常的觉知 这个恒常的觉知 有时候我们会丢掉 是因为你没有认出它 你如果能认出它 它是恒常的存在 尽管在无意识的时候 它也是存在 只是你没有认出它 那么关键就是 如果你能认出这个恒常的觉知 它就是我们这根手指 你通过这个恒常的觉知 也就是我们本处状态的功德 你就有可能 你就有机会能发现到你的本处状态 所以它整个奥秘就是在这个默然 没有声音的时候 安住在本处状态 安住在你的这个觉知当中 当然这个呢 从修持的角度 我们一下子还没有这么大的定理 所以呢 我们可以从声音产修 触觉禅修 然后到最后安住在觉知 然后慢慢的 我们也许就有可能去发现 你的本处状态 好 今天的课程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这个欧母苍颂 对大家有帮助 那么未来呢 也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继续的去修持 每一次做唱颂的时候 都可以以此为由 以此为契机 自己去发现你的本处状态 那么感谢大家 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课程 希望对大家有所利益 我们在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 Namast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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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